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 中華館的大川鄉 這個川頂的選舉是很競爭 其中一個無端一世老的孝孫人 他的媽媽 為了要幫孫孫來勾票 你的老人的主婚 跟現場我認識鄉親說 我的孫孫如果順利來動選 就交代大家去出途 結果順便給檢基輸選 中華地檢視 有關孫孫人的媽媽跟川面 十多的人傳來問佩戀 在川面的指定之下 檢察官認為這個媽媽 涉嫌違反到孫百塊 以一萬塊來交付 我們孫孫人的電話交給媽媽 我們不要亂說 他是中華大川鄉 一個生日傳中孫孫人的老母 輔助到三港替孫孫人的郵票 在老人會回程說這段會 拜託大家 要幫我們支持 他們老母就是在這間 宮廟的婚禮室裡面 跟幾十個村民說 他們剛才如果是孫條 就交代大家去玩 求人減肌 涉嫌揮票 中華地檢視 早餐才有跟媽媽含十塊的村民 晚上在學生日後 檢察官人員 如果媽媽涉嫌違反孫百塊 一萬塊高報 省以來 傳中學生前 親母來說 他不會想起 因為媽媽也是很愛意的 想要跟他道三港 只是罵法律 都是涉嫌買票慧選的行為 開一萬塊 上一隻選舉百變化的口 一百十歲落媽媽進學會 求是讓人錢 那些是孫情交胎才算是買票 想不到答應大家選到交胎 也是緩緩 隨便媽媽緩緩 和參選的學生沒關係 不過影響到學生的孫情 媽媽趕快去公廟 跟新名參會 也答應後來到三港替孫票 不再亂說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